4條海豚同事出現了 見到海豚就這樣拍 他們不是農友 是海豚調查員 一年四季,每星期三天 他們都會坐船出海 上山,甚至乘直升機 調查海豚出沒情況 Vincent研究海豚已經11年 同事都叫他做海豚辨認員 主要透過背棋的形狀 就可以拍出每一條海豚 亦可以透過斑點的排列 拍出每一條海豚 不要以為拍下海豚很簡單 攝技實測,海豚上水平均只有一兩秒 然後就會潛水 很容易看流眼 我們女姐這麼多年的海豚調查資料 就可以知道原來這條海豚 他最喜歡在哪個區域出沒 可能他只喜歡在沙洲、龍湖洲出沒 有些可能喜歡在翟山西面大岳分流之間出沒 可能有人為影響 譬如有些基建在起 會否影響到他們 他們會離開某些區域 去到別處生活呢 會否有些是適合離開了香港呢 因為經常出海探海豚 很多海豚都會對他們很好奇 甚至會遊脈過來 有時我們停下船 海豚在我們旁邊玩 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它 當然沒有這樣做 有時我們會傻到 很多次跟他們說話 跟他們打招呼 說 hello 還沒那麼多 包括港主導大騎 電海 現在的第三艘跑道正在起 偶爾都會見到一大群 可能十幾二十條一齊 雖然喜歡在我們的船邊周圍 遊來遊玩 可能他們以前的生活壓力沒有那麼大 現在大部分時間都是很快地進走了 要去其他地方找食物 有一條很深刻離遠 就見到為何不斷在水面 都發發發發發發 又不是很動 都托著一些東西 看真點 原來就是托著屍體 持續了一個星期 他不肯放手 我相信任何人見到這個畫面 都會覺得很深陰 香港海域的環境 越來越不適合海豚生活 過去兩年 香港平均只得一條初生海豚 如果想香港下一代 都看到白海豚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最簡單的就是 大家應該過一個 比較環保一點的生活 就是生活上面 減少製造一些積棄的垃圾 盡量減少用一些很高 化學成分的清潔劑 如果政府去推出一些計劃 包括一些天海計劃 或者一些發展工程 有些公眾諮詢 希望這些時間 大家都可以積極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告訴政府 我們很多香港人 都很希望保護香港的生態環境 只要每個人都盡自己的責任 去做消報 就可以帶來一個比較大的轉變